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是语言需要经过二三十年的检验 才有机会进入美术馆的殿堂展览 甚至列入典藏 那可是譬如说 高美馆一直都以雕塑的典藏和研究很出名 那但是在过去三四十年 世界上雕塑的新趋势 包括像软性雕塑啦 或是袖珍雕塑 就是所谓的shoebox 鞋盒子的这样子小雕塑 始终都没有正面的回应 所以第一个在脉络上 我们也希望说开封器之先 把所谓的软性雕塑 袖珍雕塑的系统下 能够扩展 那当然最好的范例 就可以说是这样一个展览 Flippery 碎石边境这样的展览 所以当两年前 这个展览开始在美国 及了美国从北到南 从东到西 从两岸的代表性的女性的艺术家 在一起做展览的时候 高美馆就透过国立台南艺术大学 应用艺术研究所的帮忙 开始跟他们策划这个展览 那总共真的真的花了两年的时间 才帮大家完成这样子一个展览 那艺术家在这个配合度上 也在这两年的期间 甚至更加码地创作了更多的新作 那这次很难得 就艺术家除了一位 在摆忙当中 都全部到这个高美馆来 那所以为我们做了很多的 这个刀纳训练或教育课程 那也为南台湾的这个民众 还有这个甚至学校的学生 提供了非常好 就进修最当代最时下 那个新的不管饰品 进攻 编织 或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微型雕塑 软性雕塑 这方面的领域 帮他们带来最新的这个knowhow 技术还有知识 那这个是可以说是 也是高美馆在创造季节感 的这个秋季加码第三档 除了我们上次在园区的 游越志愿方来 然后再加上这个蔡明亮的脸 那这是我们第三档 配合季节感 在秋天 这个色彩缤纷的秋天 透过这些色彩缤纷的饰品 艺术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个美丽的秋天 谢谢